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玩吗?求求你的眼神,表情中满是可怜。 于调皮,看的人不忍拒绝。 在小白老师的花式撒娇追问下, 其实小朋友只想学生日快乐歌, 小白老师便愉快地弹起吉他教他唱歌。 面对可爱的小朋友,白举刚不见了往常舞台上的霸气摇滚饭丸, 天真阳光的一面占如无遗, 为了拉近与学生们的距离, 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只能撒娇唾鞋。 网友还留言道, 我竟然吃了一个小女孩的醋, 天哪, 整个人都被肃炸了, 没想到小白还有这么 可爱的一面抗日神剧献包子雷。 道具台词荒唐错而缺乏严谨创作态度抗日, 神剧献包子雷。 裤装残雷, 手撕鬼子什么的弱爆了, 历程碑式的抗日神剧来了。 这是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敌后变异队》传奇, 只看第一集, 观众就能体会到他们有多传奇。 道具台词荒唐错而缺乏严谨创作态度。 第一集, 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变异大队, 于是半比武大会选拔队员。 然后, 我们的马洛上线了, 他自称豹。 破王, 一上场就狂怼其他人, 赚了二五八万。 豹破王掏出了随身带的包子, 给首长们每人送了一个, 只见他拿起包子, 咬了一口, 随手一丢, 竟然炸了。 这嚼起来嘎嘣脆的胡萝卜, 竟然能爆, 嗯, 这是他研究的蔬菜雷, 这是他研究的尿液出发雷, 只要往里尿尿, 十秒钟就能炸飞。 爆怕王还没秀完, 他的箱子简直是哆啦A梦的口袋, 俺还有好多种雷呢, 天津雷, 闪电雷, 这句, 情也实在是太雷了, 抗日神巨献包子雷。 神剧令人啼笑皆非, 抗日神巨献包子雷, 裤裆残雷, 手撕鬼子什么的弱爆了, 历程碑式的抗日神剧来了。 这是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迪后变异对传奇》, 只看第一集, 观众就能体会到他们有多传奇。 道具台词荒唐错额缺乏严谨创作态度。 第一集, 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变异大队, 于是半比武大会选拔队员。 然后, 我们的马洛上线了。 他自称爆破王, 一上场就狂怼其他人, 赚了二五八万。 爆破王掏出了随身带的包子, 给手掌们每人送了一个, 只见他拿起包子, 咬了一口, 随手一丢, 竟然炸了。 这嚼起来嘎嘣脆的胡萝卜, 竟然能爆, 嗯, 这是他研究的蔬菜雷。 这是他研究的尿液触发雷, 只要往里尿尿, 十秒钟就能炸飞。 爆破王还没秀完, 他的箱子简直是哆啦A梦的口袋, 但还有好多种雷呢, 天津雷, 闪电雷, 这剧情也识, 再是太雷了。 早在2015年, 人民日报就点评了当时的抗日神剧, 摘抄如下, 此前的某些电视剧, 还出现了, 手撕鬼子, 画骨棉掌等盖世武功, 渲染尼姑与巴鲁军干部暧昧的情感纠葛, 甚至上演了一位少年用单弓对抗鬼子的手枪, 并击穿鬼子身体的离奇桥段。 神剧还制造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台词, 若我爷爷九岁的时候, 就被日本人残忍杀害了, 八百里开外, 一枪干掉鬼子的机枪手, 等等。 除了道具台词的荒唐错额外, 各式神剧, 通常将抗战背景与偶像剧, 言情剧甚至武侠剧进行下街, 主要人物在抗日战场上, 嗨癖情场和秀场, 以工具作编织复杂, 纠结, 离奇的人物关系。 把爱情当信仰, 把谈情说爱当革命动力, 几乎称为神剧的必备戏马, 抗日神剧献包子雷。 道具台词荒唐错额缺乏严谨创作态度抗日, 神剧献包子雷。 裤裆残雷, 手撕鬼子什么的弱爆了, 历程被试的抗日神剧来了。 这是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敌后变异队》传奇, 只看第一集, 观众就能体会到他们有多传奇。 道具台词荒唐错额缺乏严谨创作态度。 第一集, 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变异大队, 于是半比武大会选拔队员。 然后, 我们的马落上线了。 他自称豹。 破王, 一上场就狂怼其他人, 赚了二五八万。 豹破王掏出了随身带的包子, 给手掌们每人送了一个, 只见他拿起包子, 咬了一口, 随手一丢, 竟然炸了。 这嚼起来嘎嘣脆的胡萝卜, 竟然能抱, 嗯, 这是他研究的蔬菜雷, 这是他研究的尿液触发雷, 只要往里尿尿, 十秒钟就能炸飞。 爆怕王还没秀完, 他的箱子简直是哆啦A梦的口袋, 嗯还有好多种雷呢, 天津雷, 闪电雷, 这句, 情也实在是太雷了。